每年大家玩支付宝吉普那叫一个热情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开场两块五 然而小剑干打包票 就算今年遭遇滑铁炉 明年吉普大家热情依然不会减退 毕竟大家也不是真的指着他包票 就像是春晚一样 这种活动对于大家来说 依然成为一种情怀 在春节让大家再一起热闹一下 说到全家人一起热闹的 具有情怀的活动 看器公系列的影视剧 其实也算是一个 从2010年至今 这个经济喜日神话IP 不知成包括多少次90后们的哈暑假 粉丝基础可谓是相当雄厚 去年春节当 欢乐延续是要给大家带来一场 祝年贺岁 盛宴 不得不说 情怀这晚饭 大家总是非常乐意吃 季公之祥龙有鬼 在爱奇艺视频上限不到24小时 热度就已经突破5000 更登上了爱奇艺电影排行榜第一名 评分也有8点一分的高分 成绩可谓是杠杠的 八特 大家不要觉得这样的收拾和口碑 这是今日情怀 小剑虽然已经将季公系列都看全了 但这一次看季公之祥龙有鬼 依然觉得非常惊喜 首先是郑柔 云强大 黄金他荡 戏功成浩民 光亮林子冲 自然是少不了 两人的童话依旧和以前一样萌萌大 神龙在线中一眼不合就唱起来的歌手 孙八一块剑和张一千组成的新晋魔王CP 此次也回归了 熟悉的打开方式中 有着不一样的味道 他们居然感谢归正了你感性 这还不算啥 最最惊喜的是 十六届队球打也加盟了 季公之祥龙有鬼 想必大家一定都记得 十八年前的风扇宝 曾经是八十 九零后的童年 那个时候 哪吒木子的感情 不知道收割了大家多少眼泪 十八年了 他们终于团聚了 当季公对着怨穷蛋饰演的姚大娘说 十八年后去灵影寺找我时 小剑感觉自己眼泪都要出来了 有种恍如格式的感觉 讲真 能看到十八年前的哪吒木子在同化 季公之祥龙有鬼 就已经让许多八十 九零后觉得非常开心了 万万没想到 影片中居然还有鬼才导演王精 童年女神周海妹惊喜客串 至于他们饰演的是什么角色吗 就与劳各位统子们 自己去爱奇艺 气功之祥龙有鬼中找找了 以前大家每次过年出去看电影 总是说花电影票前去电影院看星星就足以折回票价了 这一次都不用出门 待在家里就可以满足心愿 简直赚大发了 而且过年吗 就想看个合家欢乐电影 剧情搞笑 又感人是最合适的了 这说的不就是季公之祥龙有鬼吗 而且季公之祥龙有鬼相较前两部季公系列电影更精彩 剧情更走心 笑点更突出 十八年前 一个女婴小蝶徐生东盛出世 生命的降生本是好事 却没想到 她竟是八百年转世的载心托世 一出世就引发天雷 点燃了整个村庄 她的父亲也在这次火灾中死去 剑亭为了免除后患 派出雷阵子等一干使者前往人间 欲取小蝶性命 此举被盗际得知 她坚持认为 即使至少也没有权利随意取人性命 于是家喻阻止 在小蝶的身上加了一道封印护她周全 十八年后 小蝶因为在新身份 不为村民所容 天庭的人也蠢蠢欲动 姚大蝶道领隐私寻求盗际帮助 盗际与众献立下七日之一 是要以大蝶性力度化小蝶 却发现 小蝶体内 同时有几个元神寄居 问题变得逐渐复杂 盗际在无意中发现 只要引出小蝶体内的元神 并解开他们的心结 就能将元神带离小蝶身体 本以为事情有了转机 却没想到 小蝶体内的最后一个元神 却迟迟不肯现身 事情本就陷入胶着状态 此时距离七日之期还有一个时辰 众先就出手要消灭小蝶 只因他们查出 这一直不愿现身的元神 正是前年转世一次的灾难之王 他的到来 蒋威丹兼带来前所未有的浩劫 在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技工究竟该怎么做 接下来的剧情就留个悬念 给大家自己去看 但是从上述内容 大家也会发现 在技工之降龙游会 增添了许多新鲜元素体内 拥有多个元神的小蝶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多重人格的患者 引出其体内元神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杀死其他的次人格 最后留下小蝶自己 也就是主人格 而每一个元神的救赎 都需要到底进入小蝶的梦境 了解每个人格的心结 这个过程主统一场当梦之旅 将观众情不自禁的深陷其中 在这种脑洞大开的主线剧情之下 林子聪导演 依旧将影片的方式幽默 灌彻到底 无厘头的对白直撮人笑点 比如你们喜欢的大小魔王 虽然不该一言不合就唱起来的本色 但是 他们却改头换面 有了新的名号 DISIS很有地位 是不是觉得一头污水 这是要DISIS谁 谁有地位 听了这两位的解释 小剑剪集一口水喷出来大魔王身边的小丝 简称DIS 大魔王身边的小护卫 简称D位 666666 这简直是取名鬼才啊 不服不行 还有被村民绑起来 遇生死的小蝶 叫蝶犯而为自己发生生长 你说我是灾星 难道我助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你就会出事吗 小剑刚觉得不要 就发现村长果然祸从天上来 一头栽进了大水坑 莫非小蝶就是传说中的黑景理 转发这个黑景理 2019年你讨厌的人都没有好运气 鸡公为了帮助小蝶 引出最后一个元神求助于土地公 没想到土 地公的回复居然是棒 哗 咕噜咕噜 哥别说地公了 小剑听到这回复也是一头污水呀 来看看官方解释吧 于是咱们的地公有样学样 也开始用这一招对付土地公 你们咋死都想不到 这个灯灯灯灯会是什么意思 但当你们看到下面这个动图 你们的脑海内一定会自动播放BGM 前面无死包青天 这个转潮 这个脑回路 小剑给满分 不怕林慈聪导演骄傲 真的 有情建议 大家看季公之霞龙有鬼 就不要喝颜料吃东西了 一是怕你们笑到喷水 二是怕你们哭得吃不下 虽然十六姐在大家心目中一直是个喜剧形象 但是 这次他饰演的姚大娘和小蝶之间的母女情 却真正承包了大家的泪点 在小蝶已经原神附体站在悬崖边时 他一边伸出双手 一边呼唤着女儿回来 这一幕简直太出人了 倒计说 这个小蝶已经不是你的女儿了 他却毫不犹豫 他怎样都是我的女儿 猫呀 说好的喜剧呢 怎么我眼睛指不出的流水呢 又哭又笑的 赶脚小蝶自己都要有多重人格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让人笑中带累的本事 其实更停现了 气功之霞龙有鬼 作为一部褐色喜剧片的优秀之处 既有笑点 又有文情 怪不得大家评价都非常好了 在影片中 喜功因为雷震子一群人的提前出手 只是错失了旧小蝶的机会 喜功愤而撂挑子 丢下自己的破破善不干了 然而之后 他还是捡了起来 这世界上无论何处 只要有不公和灾难 就会有他的出现 即使小蝶发心附体 喜功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他 于他而言 众生平等 皆可被救手 这就是喜功的大爱 而且 正如爱奇艺海外网大部总经理 总制片人显国华所说 喜功起列经过前两部的积极发降 喜功之霞龙游会中 不仅依旧保留了喜功大爱语 和佳欢的主题 还增添了很多有趣的社会话题 这一点在影片中多有其限 比如小蝶个人的权利 与整个村庄的权利失衡时 该如何取舍 影片中的愿求他 为了女儿 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 所展现的母爱 以及在每个人神救赎的过程中 所展现的社会话题 法理与人情的关系 要与子女太过严格合适吗等等 这些有意义的话题 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剧情中 在欢乐中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阵容强大 剧情升级 笑点提升 童年情怀加持 甚至还不用出门看 笑见简直找不到 不具爱奇艺视频 看喜功之霞龙游会的理由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